速览全球市场 聚焦财经热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财经连线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新办发布会 8号上午 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请商务部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 介绍推动外贸 保稳 体质有关情况 发布会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一起来连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编万例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上午 商务部 央行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 在国务院立行顺序设计分会上 介绍了推动外贸 保稳 体质的有关情况 在疫情冲击之下 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针对当前外贸企业遇到了分享的问题 商务部会同 发改委 财任部 央行 海关总署等27个部门 也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这些政策去做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 一是推动外贸领域 保公账 二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三是帮助外贸企业 抓订单 拖市场 四是本地外贸 产业的供应点 会上央行国际司负责人周宇赛回答21记者提问时 详细介绍了如何帮助企业开展 汇率避险 以及跨界人民币结算中 极难筹办的问题 另外 近期 国际货币基因组织完成了对SDR的定值审查 将人民预选中从10.92%甚至12.28% 对此 周围表示 这是国际社会对我国将开放成果的认可 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进展 面对当时的困难商务部表态 将想办设法帮助外贸企业保定单 拖市场 并且有信心 有能力 确保全年外贸运营在合理区间 好的 感谢万利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下面我们来看看各国央行利率决议 以及市行最新经济展望 近两日 多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澳大利亚央行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 上调50个基点至0.85% 治理央行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 上调75个基点至9% 8号 印度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 上调50个基点至4.9% 世界银行7号发布最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9% 较1月份的预测下降了1.2个百分点 那么全球经济前景如何 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又将如何转向 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 兼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 刘老师您好 本周多国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 是否符合预期呢 随着美联储加息缩表 全球是否将迎来下一轮的紧缩周期 政策拐点预计何时到来呢 本周多国央行采取加息的举措 其实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只不过是这个加息幅度如此之大 可能超出了一部分人的预期 那包括智利啊 澳洲啊 印度啊 都采取了大幅的加息举措 其中智利一次性加息75个基点 那其实他在5月份也表示 要加息超过100个基点 所以他智利业行也说他要额外的加息 那澳洲和印度呢 分别加息50个基点 当然这也是在美联储为了控制 他持续创40年新高的通胀水平 在5月份加息50个基点之后 6月份 那再加息50个基点 也是基本上摆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呢 多国为了这个应对美联储的 大幅度的快速的加息的 负面益出效应也好 为了控制本国的通胀也好 他们目的也是为了控制美元的外流 为了稳定他的汇率 稳定他的金融市场 那稳定他的物价水平 所以纷纷采取大幅度的 快速的加息的举措来应对 那由此呢 的确全球会迎来 下一次的这个紧缩的周期 我们说 政策的拐点 我认为在年中的六七月份 就基本形成 那各国为了控制高企的通胀 甚至欧央行 他也会让他持续近十年的 负利率转向 那在七月份可能就采取 加息的举措来改变目前的 这个负利率的状态 那也预计这个欧央行 今年可能会加息150个基点 那其实这样子对复苏 疲弱的欧洲经济来说 是一个打击了 但是全球呢 加息它的是一个拐点 但是也存在分化 也就是说全球 不是所有的经济体 主要经济体 都采取加息的一个举措 那比如日本 他为了促进他的经济 因为他经济增长比较疲弱 他还要采取进一步的 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他也是负利率的一个状态 那中国呢 其实在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 不采取加息的举措 可能我们还会采取降息的举措 也就是为了应对和促进 我们国内的经济增长 促进就业 然后呢 包括稳定币值 包括我们说平衡 估计的收支 这也是我们央行的四大目标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在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促进 下面中国经济 会在六七月份出现拐点 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 好的 世界银行大幅下修 今年全球经济增速 于七至百分之二点九 对此您怎么看 全球经济前景 还将面临哪些风险呢 我们说在美联储 大幅度的快速的加息的 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 全球步入了 七轮的加息周期 这会抬升 各股的利率水平 那从虚企测的三架马车来看呢 无论是消费 还是投资 还是进出口 其实都会 受到一定的抑制 从而抑制全球的经济的 一个复苏的进程 那与此同时呢 加上这个 俄乌冲突 以及欧美对 俄罗斯采取的 这种制裁的措施 包括这个 能源的禁运 出口的管制 以及金融制裁 会包括 俄罗斯对他们采取的 反制裁的举措 会进一步的 抬升能源的价格 包括这个粮食价格 那推升 本已搞起的 这个通胀的水平 那全球可能 就会面临着一种低增长 这个高通胀的 一个尴尬的局面 由此是好呢 一些金融机构呢 也在纷纷下调 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那全球还会面临 哪些风险呢 我觉得全球可能 会面临着七大风险 这第一大风险 就是现在目前 各主要经济体 或者发展中国家 也面临的这种 高通胀的 这样一个风险 其次就是 各国在台升 利率水平的情况下的 一个经济低增长 的一个风险 还有呢 就是我们说 油气能源的价格 不断上涨的这些风险 可能会带来 粮食价格的上涨 带来的粮食的危机 以及能源价格的 不断的走升 比如在欧洲的一些地方 可能带来 这个能源的危机 还有呢 就是俄乌冲突的走向 我们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呢 俄乌冲突带来的 这个地缘的政治风险 还是要面对的 另外奥米克戎的这个变化 我们也难言 它就消停了 它会不会之后 再出现新的一些变异 那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面临着 疫情的风险 也就是说 疫情对经济复苏的 一个预速的条件 还有呢 就是伴随 全球各国的 大幅度的一个加息 也会抬升各国的利率水平 从而增加各国的 这个债务风险的暴露 以及金融风险的 一个暴露 那特别是对于一些 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 一些经济体 那如果它的外债水平比较高 它的外储也比较低 那这些国家的 经济体的一些风险 我们可能就需要防控 好的 感谢刘老师的解读 下面我们再来 关注一下A股 在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的 大背景下 常态化退市机制不断完善 A股市场退市效率大幅提升 近一个月来 已经有超过30家 A股公司被退市 应退进退 已经成为了市场的共识 如何看待A股退市 常态化趋势 我们一起来听取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 联席院长赵希军的解读 赵老师您好 5月以来已经有超过30家A股公司被退市 您怎么看待退市常态化趋势 对于资本市场有何影响 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退市股呢 应该说的话呢 随着新的证券法的实施 那么退市的新规呢 也落到了实处 越来越多的这个退市的这个公司的话呢 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行列了 那从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推市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可能是一个趋势 这也是符合能够发挥资本市场 这个配置资源的这个作用 强化它的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 这种选择这个机制的一个体现 我个人认为 那对于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 这个总体的效率的提升 特别是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的提升呢 它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同时呢 对于能够让资本市场的这个上市公司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个状态 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总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能够保持资本市场的这个功能的 正常的发挥 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同时也是净化资本市场 能够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的标底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在以往啊可能出现了一些炒作这个退市股的这么一种现象 那以往的炒作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呢 主要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这种原因吧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投资者炒作退市股 这个期待的的话呢 这些上市公司可能通过一些操作吧 包括调整财务方面的数据啊 也包括并购方面的一些活动啊 或者是有相应的投资啊 这个股东来注入一些资产啊等等 能够达到一个宝壳的目的啊 那么宝壳以后啊 实际上股价就会上升 然后投资者就会获益啊 其然这个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啊啊 爆炒一下啊退市股 把价格炒上去了以后啊 那么炒高以后 辣高啊就出货啊 能够获得一个加差啊 主要是这么一个啊思路 但是呢啊我们说到了啊 随着这个退市新规啊 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 那么这种啊啊 这个爆炒的活动啊 可能啊会啊呃 带来啊这个越来越大的风险了啊 首先的话呢 你原来的那些啊 这个调整财务也好 或者是啊 做一些并购也好 或者是啊 注入资产也好 啊有可能继续操作的话呢 就达不到宝壳的目的了 啊因为现在啊 这个上市公司的责任越来越大 啊中介机构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监管部门啊也越来越严格 啊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啊原来的那些操作 可能就不一定达到宝壳的目的啊 那么啊你期待的啊 呃宝壳以后能够啊 有一个比较好的啊 这个股价的上升就实现不了啊 啊投资者可能就会面临着比较大的 后续的风险 退市的风险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啊投资应该啊 认识到这种新的变化 然后啊要理性的来看待啊 这个退市啊 这个过程 同时的话呢 要尽可能的跪避啊 退市的风险 好的 感谢赵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解读 以上就是本期全球财经连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